警星就连牛油也有事吗 迟迟拿不到越南证明文件 警星8种牛油遭到对方性下架 陈宏国鸿海入股 法说前股价重挫跌停 欧央对130间银行进行压力测试 结果预定于周日公布 不过先有传言流出 至少11间银行将无法通过压力测试 而油价会回升吗 亚宝OPEC减产 分析师喊明年油价将回到105元 财经8点打 8点看财经 我是江振华 我是李热杰 而接下来看到的是 4G大战的战火加温 像是鸿海旗下的亚太电信 就在今天获得了NCC 核发了4G执照 而最快在今年的年底 就会来加入战局 不过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郭董抢进4G大饼的同时 却传出说顶心未加 可能会退出台湾的电信业 周刊报导说 顶心集团的大董 魏印周点名 弟弟魏印交 应该退出台湾的电信市场 把这次问题油的风波降到最低 不过台湾之心最新回应 目前一切还是依照正常的计划预律 而另外在金融市场消息 10月可以说是全球股市都刮起了狂风暴雨 从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 到信贫机构还预警说 希腊银行恐怕会资金短缺 导致希腊10年期公债殖利率飙升到 当时欧债危机才有的7%这么高的数字 都让欧债2.0 这个名词现在是再度被大家提起 而我们也独家专访到了 瑞银财富管理部的执行 副总裁曾庆瑞 他就认为说呢 欧洲央行开始采取宽松政策之后 其实不太可能发生所谓欧债2.0的情况 不过外资看好的区域与商品 却还是集中在美国 而他们看好三美 也就是所谓美股美债跟美元 而另外一份呢 是最新的外资外派人员调查 台湾呢挤进了全球外派人员 心目中的第八名 而全球的外派大调查当中 第一名是瑞士 第二名是新加坡 第三名是大陆 而台湾呢也挤进了前十名 主要的原因呢 包括台湾的人情味 医疗系统方便 还有可负担的生活发费等等 都成为外资心目中 台湾成为外派天堂的主要原因 而且台湾最近的工作机会 其实还蛮多的 主技术今天就公布了 9月的失业率是3.96% 而这个数字呢 是14年同月的最低水准 主技术认为说 在经济稳定复苏的前提之下 全年的失业率可能会降到4%以下 好 接下来要带您关心 日股今天是大涨了将近400点 但是同一时间 今天出炉了一份经济数字报告 就是日本的贸易赤字 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 而这份报告是不是象征说 安倍经济学 未来是好景不在了呢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可来 欢迎回到市民现场 接下来继续带您看到 是日本的安倍经济学 让日本成功的摆脱通缩 但是呢今年以来 安倍的经济改革方案 是明显的遇上了瓶颈 像是日元贬值 虽然是提振了出口 但是呢仰赖进口的食物跟能源 价格也是不断的飙高 再加上消费税也跟着调升 让很多日本人的荷包都缩水了 而最新公布的9月贸易赤字 更是扩大来到了9500多亿的日元 让市场担心日本经济 早就已经风云变色 而日本经济真的正在风云变色吗 最近日本股市的震荡幅度相当剧烈 安倍经济学在难看的经济数字 还有女性内阁丑闻的笼罩之下 现在的确是风雨飘摇 而他们能靠的难道只剩下外籍兵团了吗 大家现在呢对于整个安倍经济学的信心 已经开始动摇最关键的因素呢 其实就在今天最新出炉的日本贸易赤字 这个数字呢实在是太难看了 我们带您来看到呢 其实今年以来从1月份一直到最新的10月份 每一个月份呢 日本都出胜了贸易赤字 而且呢其实这个贸易赤字 已经连续27个月了 我们带您看到最新的数字呢 就是9月份的贸易赤字来到了9583亿元 这个数字呢可以说是年增35% 创下一个记录了 而另外呢一段就是在过去半年来 日本的贸易赤字更是创下1979年以来 最大的赤字记录 我们一起来看到呢 从今年的4月份到今年的9月份 日本的贸易赤字呢 居然达到了5.42兆日元像这样的赤字 原本呢安倍经济学 希望呢能够透过日币贬值来促进出口 没有想到呢出口的增加赶不上进口的负担 统计显示说这半年之间呢 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 但是呢在进口额的部分呢 整个增加更大了 在进口的部分呢 这个额度增加了2.5% 所以呢就在这样的一来一往之间 导致了贸易赤字的扩大 而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像是核电停摆 日本大部分的能源都是来自于进口 因此呢目前日本想要进口能源 或者是食物要花更多的钱了 举例来说呢 日本9月份他们付出的电费 就比4年之前贵了28% 而美国的话呢只多付了8.1% 可以看得出来进口成本的大大增加 的确成为脱垮安倍经济学的第一个因素 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带您看到第二个因素又是什么呢 根据日本央行的统计 日元的实质有效汇率 在9月份呢跌到了1982年以来 也就是说呢 这32年来的新低 当这个日元的部分呢 现在真的可以说是变薄了 这个时候对于日本人来说 钱就真的不太好用了 彭博社也依据了经济学人 大麦克指数来推算后发现 其实呢在过去两年日元相对于美元的部分呢 居然是贬值了26%这么多耶 而如果呢日本人跑到美国去买当地的麦当劳的时候 就发现说 哎这个大麦克怎么这么贵呢 在美国买一个大麦克比在日本里头买 居然呢要贵71% 贵了七成这么多耶 也因此呢现在让很多的日本人都觉得 钱真的是越来越难用 钱变薄了 而且呢不止钱变小 再来大家还记得吗 就在今年的4月份 日本的消费税呢一口气从5% 直接调升到8% 我们带您看到呢 当时其实呢在整个安倍之前 日本上一次增加消费税 已经是17年前了 也对当时的日本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 而且呢17年前这个加税的首相 乔本龙太郎更是辞职下台 而最新我们来看到呢 整个消费税就在今年的4月 从5%提高到8%以后 日本的消费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日本的家庭开支的年增率 当时呢三月份居然大幅增加了7.2% 因为呢大家都要在这个加税之前 赶快来买东西 而且呢三月份当时日本出现了 很多的促销折扣 也因此呢让当时的家庭开支 可以说立刻暴增了7%以上 不过接下来就是一路上下了 另外来看到即将来的4月份 这个家庭开支是减少了4.6% 5月份减少更多8%耶 6月份呢也没好到哪里去 减少了3% 接下来的7月跟8月 也通通都呈现复数的 看起来日本4月份增加的消费税 所带来的伤害看起来呢是比预期的还要大 甚至可能比17年前更加严重 也因此呢今天有最新的消息传出 原本预定呢明年就要第二次加税 要加到10% 现在呢很有可能会延后延到2017年的4月份 再加上呢其实之前安倍曾经表示说呢 与其靠外来的劳力 还不如靠日本的女性人力来刺激经济 没有想到呢他两个月来 延览的五位女性大臣 现在呢就立刻有两位 可以说是爆出了一个丑闻了 日本的经济产业大臣小元悠子 他呢因为这个政治现金的账目问题而辞职 把务大臣呢他则是被质疑说 发泛了原善有违公职的选举法 他也自动请职了 这两个女性阁员居然呢在同一天请辞 也让安倍晋三的支持率 现在呢是重衰到不到一半 而另外呢安倍的女性经济学 在目前看来有效吗 我们带你一起看到其实数字会说话 现在在日本的女性就业率呢 是百分之六十三点二 这个数字高吗 在整个OECD的会员国当中是排名第十五名的 不过呢全部的OECD会员国其实呢 也只有三十几个 可以说这个排名并没有非常前面 而日本女性非正式员工 也就是派遣员工的比例 居然高达将近六成 而且呢日本的女性担任管理职的比例 只有百分之十一 同样的数字在美国是百分之四十三哦 而且呢居然有百分之二十一的日本企业 女性主管的比例根本就是零耶 因此呢看起来目前安倍女性经济学 似乎呢有一点点不太够力 而接下来眼看我们安倍经济学 受到以上的种种因素打击 也为日本的经济复苏 当然蒙上了一层隐忧了 而且呢其中在外资的部分 更在日本股市站上了高点之后 似乎开始落跑了 我们要继续带您看到外资的变化 就在这个九月二十五号呢 当时日股站上了波段高点 来到了一万六千三百七十四点 而当时呢外资的水位呢 差不多是一百三十五亿元 而接下来呢居然就一路的走低 这个时间呢来到最近外资的水位 已经从当时高点的一百三十五亿元 直接降到了一百一十亿元了 看得出来就这样子几个月之间呢 一来一往已经是减少了 二十五亿美元这么多了 可以看到外资难道要开始落跑了吗 眼看这场最大胆的安倍经济学革命 现在呢在很多的利空冲击之下 面临可能会翻船之际 能够倚靠的可能只剩下一些外籍兵团了 而他们呢日本政府除了希望能够透过护盘 让外资继续留在日股之外 也希望呢未来的资金 外来的资金能够持续的留在日本投资 最新全世界可以说是第六大的新加坡主权基金GIC 我们看到他最近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 他们资产高达了七百九十亿美元 是全世界的第六大哦 他们最新就花了十七亿美元 买下了玩之内大厦 买下了一栋日本的商办 而且呢另外除了靠这些外资在日本持续的买楼之外 日本呢也希望能够透过增加观光客 来挽救日本的经济 根据统计呢其实十一个赴日的观光客 他们所花的钱 差不多呢等于一个日本人的全年消费 也因此呢现在日本就把刺激经济的重责搭任 直接呢锁定在外籍兵团 也就是所谓的观光客了 我们来看到他们今年的这个观光客的目标人次是一千万人 而一直到了2020年也就是呢 东京奥运那一年希望可以达到两千万人 2030年希望呢能够达到三千万人 这个目标到底有没有可能达成呢 先来看到最近的2014年 他们目标设定一千万人 不过呢现在上半年其实呢已经有六百二十六万人了 年增将近三成 其中呢台湾人占了一百三十九万人 可以说是排名第一的 而且呢第一季观光客的确也花了不少钱 在日本总共花了四千两百九十八亿元 可以说呢相当程度的刺激了日本的经济 而且我们要带您看到 其实不止日本经济 最近可以说有一些波动 临近的香港也随着战中行动的持续 未来恐怕还有非常多的变数 像是战中学生领袖 昨天晚上就第一次跟港府展开了正式对话 而双方呢各派出了五名的代表与会 不过最后他们并没有达成共识 学生代表提出公民提名等等三项诉求 但是呢全部遭到了港府给拒绝 而世卫群众收看会议直播的时候 情绪都非常的愤慨 而会后学联代表也表示呢 对港府非常的失望 也呼吁要继续进行战中行动 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了全球股市 当然因为是全球经济成长率东通向下修正 因此呢各个股市各个市场都出现了大幅的回挡 不过有一个市场例外 就是有护港通政策加持的大陆股市 虽然呢护港通还没有正式开始 但是呢未来在大陆股市开户的投资人 可以投资港股 在港股开户投资人可以直接投资陆股 这样子的利多消息 让大陆股市可以说是一枝独秀 包括了上证指数 9月以来就涨幅超过了5.6%以上 台股当中是以A股为联动标的ETF 当然也是跟着受惠 而根据统计呢 陆股跟港股的成交量 从第三季以来是不断的回升 而有量就有价 专家也持续看好陆股行情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接下来带您关注的是 欧台期 欧台选是台股期货 跟台值选择权的盘扣交易商品 马上呢你来看到今天行情 先看到的是台股期货的收盘 台股期货呢收盘是收在了 8744点 涨了105点 而接下来下面呢是 欧台期11月契约的成交价 目前的成交价是8752点 小涨了8点 而下面是欧台期11月 今天的价量走势图 接下来欧台选10月第五周到期契约 价平是落在8750点 在卖权部分有18口的成交量 而至于呢在这个附近 价平附近最大量的序列 落在8800点 在买权部分有26口的成交量 而至于在卖权部分呢 则是落在8650点跟8700点 分别都有25口的成交量 而接下来看到欧台选11月契约 价平落在8700点 以上是欧台期欧台选的最新交易状况 也提供交易人在盘后时段 跨市场避险及套利 上面的资讯提供给您参考 好大陆的青海湖在20号 出现了龙卷风扫过湖面这样的现象 最后新闻下面带你来看到这一段 而且呢短短一个小时之内 在青海湖上出现了9条的水龙卷 大陆媒体称这个水龙卷叫做龙吸水现象 而且形容是9条飞龙从天而降 接力吸水 形容的这就非常贴切了 其实最后带你来看到 这一段非常惊奇的画面 谢谢收看今天的财经八点档 我是张正华 我是李热杰 我们明天晚上八点接